姜濤的中日商业报道 恭祝大家2024年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学业进步 步步高升之类 2024年关键的一年 对于姜濤 所以今节 第三节 高登仔都特地将这三节 摆前放 让大家可以专心 进去这个《77903》 看颁奖典礼 7点就开始了 我们听完这节 是时候入场的了 所以大家计今晚 如何投票 如何投票投票 很重要 听完这节之后 大家入场 当然场内的气氛 应该是非常好 估计 好像去年一样 今年的形势 都要大家很留意 有很多这样的形势 是要大家去留意 充分去了解 一定入场 究竟要留意些什么 还有 不是说一定赢的 姜濤 因为当中还有很多东西 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大家听完这节 有心理准备 入场就有很多 高登仔 为你带来这个心理切防 我开始这条片之前 请大家赚好这条片 刘国宜 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 都可以的了 最要緊的是什么 新年留堂 火火金 1元几十 都给了火金 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场 是不是 支持姜濤 支持高登仔 令到姜濤 在2024年 继续 滚占香港的一哥 带领潮流 就是这样的了 好 大家都很紧张 稍後一會我們就入場去看903的職責樂壇 他們7點就開始了 大家入場都知道大家都是排除萬難 大家都是有一個堅毅的心 今晚一定要姜濤贏 其實老實說今晚就有很多傳聞 其實近幾個星期都有很多傳聞去說 有很多傳聞在說 因為今晚我們為什麼要姜濤入場呢 很多人都知道 因為裡面有一個現場投票 現場投票就是在說歌曲獎 最後五強 沒有韻光粉 但是MIRROR四子就惡鬥 謙公 很多堅堂就跟高登仔說 哎呀很擔心 是因為新城 謙公就拿了兩個大獎 哇好像很厲害人氣 很厲害氣勢 喂 會不會今晚903都搞不定 是否一分鐘還給了謙公或者穩光 那不是不怎樣 那不是破鏡 破鏡不要緊 但問題上就是破了鏡 其實對於姜濤也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今晚903一定要多些獎 多些獎 下去鏡仔 還有最重要的兩個獎 最高和最藍 都是給到姜濤 這樣對於未來的 無論是姜濤也好 MIRROR也好 或者娛樂也好 都是百利而無一可 但如果今晚一趁入場 大家最終 903 阿穩光又拿到 阿謙公又拿到 那我都不懂得怎樣說 我都不懂得怎樣評論 就是那個危機性是很大的 除了那個危機性是很大的 最怕兩個獎 都是給了Anson Lo 你明白嗎? 可能給了Anson Lo MIRROR都還可以玩一排 但是對於姜濤 和姜濤的打擊就大 所以外間 也都有神圖姑那邊 也都在說的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903這次 他們已經搜集了超過一半的門票在手 Anson Lo 就是神圖那邊 那拿了一半的門票 意味著他們有一半的投票 有一半的投票權落在神圖那邊的手 而且說他們將會繼續去贏到這個罪光 最藍那裡一會再跟大家說 罪光那裡就有個危機在那裡 罪光那樣怎麼辦 如果是這樣大局議定 大家放心 其實那個 那個 是不是真的不能回頭 我覺得未必是 我們都要看看姜濤右手 所以你問我 這些坊間傳聞 你不知道是信還是不信 老實說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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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五千票 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不是 雖然我們早前報告過 坊間傳聞說神圖已經有拿了二千貼票 再加一千億個遊戲的票 然後再在市場上掃貨 好像說到有些股票 有些金融大惡 在那裡搜集股市 這些散票 操控市場 其實exactly一樣 我簡直覺得 現在好像是這個 MIRROR股票化 你明白嗎 現在有12個 12個藍籌 每一個鏡就是一個藍籌 喂 他們是說 喂 要拿到那些票在手 出盡百否 一萬 一張票都照搶 然後後來降到五千 四千 三千 去到後來買了送一 五百 甚至送票 這樣都有的 但是 整個過程姜糖 都是很努力的 但是神圖也是沒有台蠻 我看到那些很多群組 他也是最後講 已經是拿到一半以上 那就看看今年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因為我自己 就 一半一半 是吧 因為我 更加多很多姜糖 group 其實去到 今天中午 我看到很多那些 姜糖 都在那裡拿著903的票 是吧 在那裡買903的票 是吧 在那裡送票 不計成本 不計成本 在那裡說 只要你們的人 是投姜糖 只要你們是姜糖 我說送一張票給你進去投票 是吧 我不知道在大台之前 是收集了大量的903演向會票 所以就這樣 這樣去送票 到最後 總之是這樣 但是大家又不用介意 送票只不過是一個 最後的手段 他們純粹是說 想多些人 去入到903 去投票 所以 我想 大家 真的要全力以赴 一票都不能少 都是五五波 我告訴你 所以 高安仔 這條片之後 就不會再出片 三節 到今晚 完了903 我就再和大家開live 去再談一下一個問題 無論最後什麼 結果是怎樣 我覺得我們都有一個 預計 將來在2024年 姜糖的路要怎麼走 因為 其實都是 很多這樣的 很多這些 這樣的原因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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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 例如說 姜糖都拿了這麼多獎 是時候被人拿 我心裡想 錢你就賺得多 你不如給其他人 賺一下你的錢 好嗎 這樣說 什麼是拿得多獎 給其他人拿 這些是 荒謬的言論 是違反人性 你明白嗎 違反人性 而且 和娛樂圈是沒有好 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 經常聽到一個言論 就是說 我拿得夠獎 我想 給多些後浪 給多些後浪 新人 拿些獎 令到整個娛樂圈 那時候電影圈 有電影圈說 我看 多些新人 可以有冒出的機會 現在我想一下 根本就是廢話 你如果想給新人 冒出的機會 不是通過拿獎 我經常覺得 我現在在看 真的有一個事實 就是 你拿完獎 這樣 就不代表你的 不代表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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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仕途 或者聲途 是很好的 是不是 不是100% 一定的 所以 是說 所以是說 喂 你如果真是想 捧身人 或者是你給後輩 多些機會 那你不是拿到獎 之後 你紅了 你不是開多些電影 是不是 你不是 有些 投資者 建議一些投資者 起用多些新人 是不是 搞多些節目出來 這個才是真正的 喂 不是說 那些 都已經退休了 是不是 多一些退休 那些歌手 是不是 還年年出來開演唱會 我沒有特別厭惡 不過我自己覺得 真是 老實說 如果你開演唱會 你就抱一下新人 大家都知道 你賺錢 就肯定是百分八 但是你要抱一下新人 我覺得 都是值得的 這樣 所以 這件事是這樣 所以 你說說說那些什麼 你都拿得多獎 你被人拿 根本就是廢話 是不是 就是 你拿得多獎 你拿得多獎 你就可以做個小的 是不是 這個世界是這樣 是不是 零買當頭起 那些廣告商 如果你說 姜濤都搞不定 是不是 姜濤都突然 有很多東西 都好像滑鐵爐 是不是 很多東西拿不到 當時就不下廣告 然後他們不下廣告 找哪些人下廣告呢 找哪些人下廣告好呢 是不是 就是畫運光 但是畫運光 好像對你的產品 那個銷售 又不太行 那樣 就是如果姜濤 在這些獎項上面 都 跌低了 那 對於未來2024年那個 廣告那個 決定就很混亂 明白嗎 一混亂 就會造成市場效應 當時 最終大家都會是輸家 明白嗎 所以我想這件事都是 就是要再三考慮 大家 再三考慮 那 而且是說 今次903 都是有一個危機的 就是 當然 我們經常說 最好的就是 姜濤拿了兩個獎 首先 at least at least拿罪男罪哥 那就可以造就一個神話 好像我之前那樣說 好像造就一個 美積聯籃球的神話 這樣 可能真的2024年會帶起大旺 直接帶起大旺 整個娛樂圈這樣 但問題上 如果你不讓姜濤拿到這些獎 這樣就有危機 那個危機就是 那誰撐起娛樂圈 對不對 這件事沒有百花齊放 老實說一句 對不對 我現在都看不到誰可以撐到整個娛樂圈 除了姜濤之外 對不對 那 這件事真是很 很 很要一班有智慧的人去想 並不是說 就是 我覺得呢 就應該給尹剛 因為近來尹剛 救了Royce 那你給了尹剛 你給了尹剛 是吧 2024年那怎麼辦 是吧 2024年難道他會拍一套電影 救一下電影的市場 難道他會開個人演唱會 而萬人空巷去搶票 是吧 又或者是可能 他發佈一些新歌 是吧 令到大家吹之若渴 是吧 或者是拍到新MV 給人有一個Royce去談 是吧 背後的工作人員是養活了多少頭家 不會的嘛 你想也想得到 是吧 所以 所以 姜濤那個 那個903那個 真是一個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是說 Anson Lo拿到兩個張 又是不行的 老實說 是吧 你想想現在廣告商 給廣告誰多 是吧 給姜濤 譬如如果我是可樂的 是吧 萬一Touchwood 是吧 退後一萬步說 哇今晚 給了兩個獎給Anson Lo 那我下年 我可可樂 就過來跟 馬克威爾談廣告 是吧 新一年度的廣告 那個安排 的arrangement是怎樣的 跟著 馬克威爾的PRO就說 咦 可口可樂 是吧 即是 可口可樂 就派一個代表 叫做小高 是吧 小高 他都是可可樂的PRO 他就說 咦 高先生 喂 今年呢 介紹一個 介紹一個 明日的 明日天王 給你看看 咦 那麼小高 明日天王 不是姜濤嗎 去年我們合作得很好 咦 那麼小高就是 好呢 聽聽你說什麼 咦 還有最高 兩個獎 是吧 氣勢一時無兩 這樣 是吧 然後小高 咦 小高就說 咦 Anson Lo 是吧 一看903 是的的確 加了兩個獎 這樣 然後他就說 這樣就行了 然後 這個馬克威爾的PRO就說 咦 這樣就行了 證明他受歡迎 證明Anson Lo 就最厲害了 就是 最受觀眾歡迎 最受網民歡迎 要不然怎麼得兩個獎 你想想 趙高先生 高先生你想想 高拿都想找一個最紅 高先生就在想 這樣 那姜濤呢 今年 姜濤呢 拿不到獎啊 今年 是吧 903 捧蛋呢 我們都低調處理 咦 去年我跟他們合作很好 喂 我搞了 可可樂 跟他們搞了一個生日會 出了一首歌 他出了一首歌去 去被姜濤唱 我在這個新世紀 和赤柱搞這個 見面會的時候 嘩 萬人空行 是不是很厲害 這樣 然後 麥克威爾的PRO 就說 高先生 這個是去年的事 今年呢 你再想 可樂 更進一步 你去年出了 這個 無堂可樂 今年你出了半堂 半堂番 半堂番可樂 麥克威爾幫你想想 那些PRO 半堂番 就要找一個半堂番 Anson Lo 你看他 你看他這隻眼 你看他這隻眼 即是不同色的 還不是半堂番 這樣 然後小高 看一看張相 即是 右手就拿著張相 左手就拿著拳頭 是吧 按住自己的老火 然後說 唉 那什麼呢 不如這樣 我想還是找回姜濤 因為我們去年都合作得很好 今年的獎 可能都沒辦法 拿小年 我都信 有信心的 我都信心幫我們走 不是啊 高山 見你代表可可樂 才這樣說 喂 我們盧漢庭 收便宜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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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夏年 你們貴公司可可樂 宣傳的代言人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小高的心想 便宜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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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你聽我說 然後小高都忍無可忍 他說 這樣吧 如果你給不到姜濤出來 那就沒辦法了 我們就 都窩可 我就唯有去找 華立談 去華立談 反正都沒有姜濤 隨便找個陳蕾出來 找個陳蕾出來賣廣告 就算了 反正他近來都幾個陳蕾 近來都幾個陳蕾 不要不要 我們找回姜濤 就是這樣 明白嗎 其實那些廣告商 都是中愛姜濤 但問題上就是 你會令廣告商很煩 對不對 因為 如果Anson Lo 我剛剛這樣說 假設他真的 更加糟 如果他拿到兩個獎之後 如果連續拿到兩個獎 那他公司一定銷售他的 一定銷售他去廣告 銷售他去賣廣告 所以這個就真的是一個天大的麻煩 就是你當時 比如可能 可樂公司的代表 是吧 高山上到來 那你又跟著在那狂售Anson Lo 是吧 因為他又得獎又成 正常來說是這樣銷售 但是人家不想 你不想 你不想你弄到別人很興奮 你一分鐘 他就說 找華納 一分鐘 他就說 很興奮 人家打算找姜濤 你又把Anson Lo 拿下來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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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弄個韻光 你 韻光這麼大年紀 是吧 喝可樂都不要 我自己不算喝可樂 OK 結果就搞到 一分鐘 連廣告都不賣 這樣就跟著 香港廣告業 又說上加上了 你明不明白那個影響 903 如果 今晚一會 我就全程看著903的頒獎店 如果搞不定的話 如果搞不定的話 我都不知道怎麼評論 是吧 看看我今晚 就是 看903完了之後 就 開一條直播 跟大家談 好嗎 跟大家談 今年那個903獎項 對於 姜濤在2024年的 影響是怎樣 我現在都 暫時未估計得到 看結果出爐之後 再跟大家談 好嗎 好 差不多了 這個時間 要進去這個903的會場 所以就 祝大家 2024年 新年快樂 好 入場 看姜濤拿兩個獎 好 今次姜濤的綜合生物 或者今天 暫時過了段落 晚點 我們出live再談 好 拜拜 好 請大家 我來 拍照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